我问同学们学没学过一二次方程 许多同学就说学过 那么我告诉你们大家 差不多十年前左右的时候 我有一天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上 也许85%的数学和物理 从来就没传入到中国 那么当我在 这个一个部委的一个会议讲座上 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些领导同志是 当场就对于我进行了批驳 老曹你说话老是那么极端 哪至于那么严重 但是过两天 给我关系非常好的 我比较敬佩的一个 也是4G级领导 就是领导科学的4G级领导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老曹我怎么觉得 好像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那么为了证明 我说的有道理 其实当时我就给他们提了一个问题 你比较一下 你们让你们感觉一下 你上中学的时候 学过三角形的什么心了吗 什么学过什么 重心 内心外心垂心重心 对啊 然后你大概也没分清楚 重心是个物理的概念 那啊 垂心内心外心是几何的概念 重心是物理的概念 所以说数学上的概念应该是什么 他有他的说法 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课本 他分不清楚这个概念到底是 哪里 重心是个物理的概念 对不对 外太空就这块三角形的板就没有重心的问题了 但是它有质量重心 所以它是个中心的问题 OK 你学了四个了 重心 垂心 内心 外心 OK 那么我如果我问你 我告诉你 三角形还有别的心 你信不信 这应该能相信啊 可我现在再让你发挥想象力 就是你大着胆子说 你估计三角形有多少心 多少种different centers 两万 两万 一次 一次 还有谁 还有谁 还有谁出价 我告诉你们大家 根据2021年7月21号的数据 三角形了啊 就说再达成一致啊 平面上的三角形啊 三角形现在已知的不同的几核心 是44072个 所以说你们大家想象一下 我说85%没传到中国 是不是说我还给自己留着这面子